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情感导师 胡香真导师 欢迎四位 今天要帮忙解决的 这对情侣的问题 都是相当有分量的 因为他们拍拖一段时间 准备谈婚论嫁 一起看看他们的基本情况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感情地雷 我希望他可以多点承担 有所行动 多给我一点信心 马上有请今天的两位主角 可宜 今年23岁是一位职业主播 大东28岁 亦都是一位职业主播 欢迎二位 那么刚刚在视频里面 我们看到可儿说 现在你们两之间有一个雷 具体是什么雷 是彩礼的问题 彩礼的问题 那现在两位已经是在 谈婚论嫁的最后阶段了 可以这么说吧 不过我没有那么着急 他比较着急 你是不着急 所以你一周都不跟我说话了 是吗 那这个彩礼出了什么问题呢 它是湖北的 湖北武汉的 然后我们按照 两广地区的一个婚嫁习俗 就是可能就是几万块钱的 一个彩礼 就封顶了 但是他那边的话呢 就是张口就要二十万 这个队伍来说有点困难 现阶段还是拿不出来的 因为毕竟我是独生子女嘛 我家里是独生女 然后我又外嫁 就他家是广西那边的 就外嫁又比较远 我父母他是不放心我 他并不是要那个二十万的彩礼 他那个彩礼的钱 他只不过是想让我们以后的生活 有一个质量的一个保障 那如果说他父母那边 就是非要拿这个钱的话 我只能是把车给卖了 就是把车卖了 刚好就能凑到这个彩礼 但是我是不同意卖这辆车的 因为我们平时都是主播嘛 然后我们上下班时间都特别的晚 然后晚上的话打车也不是很方便 另外我们休息的时候 喜欢就是出去逛一下 对 就自驾游这样子 他如果把车卖了的话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幸福指数是直线降低的 他爸妈也说过就是 我把那个二十万彩礼给过去之后呢 他会回一个彩礼 就是回礼给我们 我就想说 可不可以就是 先把那个车给卖了 然后到时候呢 你们回礼 再把那个车给赎回来 或者是再买新的 我爸妈已经说好了 就是回礼的话 是武汉的那有一套房子 就是我自己名下的 其实把你那套房子回给他吗 就是算回礼回给他 但是房产制上面 是没有他的名字的 就是他有那个居住权 但是房产制上面 是没有他的名字的 就不是他刚刚说的那样 就是回钱 或者回同等价值的东西了 他那个房子是在武汉的 然后呢 我们平时生活工作都在广州 那我们其实一年到头 注意不了多少次 所以我觉得这个回礼 没什么意义 其实他们家呢 不是拿不出那个20万来 他们家是有那个实力的 并且也是拿得出来的 只不过是他一直 要在那里钻牛角尖 你是拿得出来 不愿意拿还是 不是 就是 我个人是拿不出来 但是如果说 我家里人可能会 就是有这个条件嘛 但是我不太想麻烦 我的家里人 因为毕竟是我们两个谈恋爱 然后我们两个结婚 并且其实我呢 很早就出来工作了 就是已经不靠家里边的 就是我希望我们结婚的话呢 也是不要伸手 跟父母要钱 会就是独立一点 那你觉得怎么解决呢 现在他想要靠自己的力量 不想靠家人 因为毕竟我们两个人 是如果组成一个家庭 组成一个婚姻的话 是两个家庭的事情 就不是我单方面的一个决定 就是如果我的父母 一直对他不满意的话 这样对我们两个人的感情 也是有所影响的 如果是他必须要靠他自己的话 我也是愿意等他 两三年的时间的 那你看 女朋友给你提出了一个方案 就是说再等你两三年 可以吗 其实我对于个人的话呢 就是我们结婚的这个时间 我其实也不是很着急 但是可能我家里人的 那个比较着急 对 我父母那边 可能给到我的压力 会比较大一点 他们更希望我就是 今年年底之内完婚 那现在不但是彩礼有问题 而且婚后你们住哪呢 就买房子能搞定吗 就是我其实在结婚之前 有跟父母聊过这个事情 就是如果说我跟可 今年年底之内完婚的话呢 我父母是有考虑在广州这边 给我们买房子 但是前提就是说要全款 而且写他们的名字 就写父母的名字 对 写父母的名字 没有你们的名字 没有 没有我们的名字 那为什么没有你俩的名字呢 他们觉得可就是平时可能 比较喜欢打扮 然后他本身其实也长得挺漂亮的 然后就是在一些传统的一些 父母的眼里边 然后就会觉得可就是不太靠谱 那你父母就是明确的要求是怎样 关于房子的要求 明确的要求是 房产证上是一定要有我的名字的 就是这个房子 在广州也好 或者是在他老家也好 都要写上你的名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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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给我的一个保障 其实我跟我家里人说过这个事情 就是房子的话呢 如果说就是他其实也考虑到可 他是外地人 然后就是嫁给我们的话呢 其实如果说房产证上面没有 他的名字的话呢 可能会觉得没有保障 就是可能也会影响到我们以后 婚后的一个生活 然后我父母这边可能会觉得说 加名字其实是可以的 那可能就是只能给我们付首付 然后的话呢 就是我们自己来还这个月工 那他彩礼现在都拿不出来了 还要去工楼 那不压力更大了吗 其实按照我们两个目前的一个薪资水平 其实是OK的 只是前提是可 他不乱花钱 你们俩平常的那个开销啊 收入是怎样的 我主要支出生活的一个 一些大的一些开销 就比方说那个房子的月租 车贷 然后还有那个养车的一个费用 然后壳的话呢 就是去解决一些衣食住行 其实比较小一点的这个问题 但是有时候就是觉得就是 他的这个买的东西就是太多了 就是多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我们家里边的这个护肤品 他的护肤品 就是已经摆满到的那个餐桌上面 就是我们吃饭的那个餐桌 护肤品多到摆满饭桌上 对 就是为什么要摆满到那个饭桌上面 就是那个卫生间还有房间 卧室里边的那个梳妆台 都已经放不下了 所以我觉得有点不太 很满意你的这种消费观 对的 像我们平时做主播啊 我们平时做主播要参加一些场合啊 或者怎么样的 所以呢 那衣服呀质量呀 我都肯定是想要买稍微好一点的 然后化妆品之类的呢 因为品类很多嘛 然后我都想买回来试一下 试一下呢 好的我就留下了 那些不好的吧 我也就舍不得扔掉呀 那也是钱买的嘛 就是月光族 月光族 对 可能还会有这些 透视消费的这些习惯 那你看如果你俩真的结婚了 还贷不是很有压力吗 你的钱基本都用在生活上了 他的钱基本都用在开销上了 那没有钱还房贷呀 就是我现在想就是去影响他嘛 就是毕竟以后我们两个一起生活 我觉得就是如果说组成一个家庭的话呢 这个开销的这个方面 应该要往家庭的这个侧重点去考虑 叠约一下就是不要成为那个月光族 也不要去透支消费这种 他还怎么乱花钱 除了买这个护肤啊化妆啊 就比方说给各位老师说个事 就是今年的这个我们的纪念日 我们的一个纪念日 然后就是 开拓纪念日 对 然后他给我买了一个香水 对于我的了解来说呢 香水应该就是一两百就可以了 但是他一定是一两千 对 一两千 我觉得有点太夸张了 纪念日呢 其实是我们放假回家的一个 就是大家各回各家的那种状态 其实是没有在一起过的 就是我们当时因为没有工作安排嘛 可能就是领到一个几千块钱的底薪 然后在我们把那个所有的这个房租 还有车贷这种都支出之后呢 其实已经没有剩多少钱了 他就是说为了去纪念这个所谓的纪念日 然后去透支信用卡去买了这个香水 关键是他买了这个香水嘛 那我不可能说我也不回礼给他 那回的话呢 我也不可能说回的太便宜的给他 所以我就去给他买了一个包 包包 然后就是同等价值的 也就导致了我们三月份 四月份 五月份 三个月其实过的这个生活 就是很拮据的这种状态 对 其实我送这么一件贵重的礼物 首先是因为纪念日 然后其次呢 就是距离我送他这瓶香水的时间 上一次送他礼物的时候是半年前 所以我才会想就好不容易有一个 收纪念日了 对 送礼物的机会 况且过纪念日的时候都是分开的一个状态 我就想给他买一个好一点的嘛 如果说经济富裕一点 就是如果说手上有空钱 那我们可以买贵一点的 他觉得你值得那一千多的香水 但是我觉得我没必要 我没必要去用这么贵的香水 如果说你只是买个一两百的或者几十的 其实我也是能用的 其实他送我的东西 其实我也挺喜欢 就包括说不管是贵的还是便宜的 我只是说我们现在是谈恋爱 如果说真的回归到这个家庭生活了之后呢 我们的一个重心是放在那个共同的一个家庭上面的 就不管是支出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一个心也好 这个关于将来结婚之后这个生活有没有一个铺牌 其实呢 我还有一个担心 他其实还有一个两岁半的妹妹 两岁半的妹妹 28岁的时候突然有个两岁的妹妹 会不会觉得除了惊喜以外 还会是感觉一个负担呢 对于我来说其实还好 因为其实我也挺喜欢我妹妹的 但是如果说说到负担的话呢 其实我爸妈的一个经济实力是比我还好的 所以说对于不管是时间还是金钱 这个其实不需要我花太多的心思去考虑 可而说这是他的一个担忧 对呀 因为他的妹妹才两岁半 这么小 我们以后也会有我们自己的孩子嘛 就是说如果他妹妹这么小 那肯定会带他一起生活呀 或者怎么样 他就要花出更多的时间跟精力 在他的妹妹身上 我觉得我不需要照顾我妹妹 因为我爸妈既然说要了这个妹妹 他们肯定会想好以后的这个生活 还有他的一个学习 是需要怎么去承担这个责任的 肯定是不会落到我的头上的 怎么可能呢 他毕竟是你的亲生妹妹呀 并且阿姨身体也不太好 现在年龄也大了 如果万一不小心生病了啊 那请问是谁去照顾妹妹呢 叔叔年龄也大了呀 身体也不太好呀 实际上他们三个人都需要人来照顾 你知道吗 那这个担子会落在谁的身上呢 那肯定是你的身上呀 况且妹妹年龄那么小 你又要你要花时间跟精力 金钱都分在他身上了 那请问作为你的女朋友我呢 我爸妈的身体我是知道的 那上次阿姨生病了 在家里请了一个保姆 也需要你来操心呀 那也就是只有一两次而已呀 对吧 它又不是经常性的 那你也说过呀 你说你以后工作稳定了 你想把你的父母和妹妹 接过来一起住啊 可是你的妹妹太小了 才两岁半 她以后上学的各种问题 都需要你来解决呀 那你觉得呢 你觉得我们两个人 本来生活的挺好的 突然 突然多了一个两岁半的妹妹 况且我们以后 会有我们自己的小孩 你哪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呢 你又要上班又要工作 还要照顾我 那我觉得我们不可以说 互相照顾嘛 那不可能说放着父母不管呀 以后他们老了 肯定会面对就是要照顾的问题呀 你会担心她会 重心偏在妹妹那里吗 对 是的 我会担心 因为上一次嘛 我们说好了去广西桂林 去旅游的对不对 可是由于妹妹 她有点晕车 结果我们都没有去城 然后我们的计划就泡汤了 其实说实话我挺不开心的 就在你家附近玩了一个星期 也没什么好玩的呀 并且火锅跟螺蛳粉都不能吃 因为妹妹的口味比较清淡嘛 我们要迁就小朋友 这样的话我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 我常年在外工作 难得回家一趟 其实我也想花多点时间去陪伴我的父母 所以这也是一个矛盾的地方 对 对 好 听完我们可儿还有大东的故事 我们会发现就是有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彩礼 还有一个小妹妹 其实也是他们担忧的话题 所以就是请我们的导师一起分析一下 关于这个彩礼 大家是支持的还是不支持的呢 结婚才来谈不定 张口就要20万 房产证上是一定要有我的名字的 父母的眼里边觉得壳就是不太靠谱 赞完礼金还要赞虫 妹妹太小了才两岁半 我觉得我不需要照顾我妹妹 那这个担子会落在谁的身上呢 那肯定是你的身上呀 孤内虫虫还嫁不嫁得过呀 爱情红绿灯 继续看 母亲男朋友变成父母母啊 请我们的导师一起分析一下 关于这个彩礼 大家是支持的还是不支持的呢 我是支持女性是要彩礼的 收彩礼的 收彩礼的 对 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吧 怎么说呢 最好不要叫彩礼 它是一份生育的保障金 我是觉得彩礼这个事情 是特别奇怪的一个事情 涉及到彩礼呢 真的 我真的感觉在做交易 三万 五万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但像二十万 五十万 我就在想我们到底在干嘛 我很承认一点叫做 好女望三代 好女望三代 就是一个好的女人 她是一个望一个家族的 但绝对不是一个算计的女人 一个算计的女人 是不可能望三代的 我觉得她也并没有算计南方 她只是在给自己多一点保障而已 我们不要用爱发电 然后也不要去用爱去绑架别人 结婚就像是大家一起开公司 对不对 我们都把我们能拿出来的资源 女性肯定要拿出的是生育资源 生育资源是无形的资源 为什么她会要求南方提供一些 经济的保障呢 这是因为她在生育的这个过程里面 她是失去了自己的一些机会成本 一些就业成本 爱不能战胜这些风险 她只能蒙蔽你的眼睛 让你去规避这些风险 然后你就掉入了更大的坑 所以女生是把生育当成一种特权 就像说我生了这个孩子 我牺牲了我的工作不要生 那不叫牺牲 难道你没有得到吗 这个男人难道他完全是索取吗 你只是一个劲的付出吗 如果有牺牲的想法不要嫁 我是站在男孩子这边的 就是你当我是你妈就行了 我问一下男生 20万妈妈帮你解决10万 你自己解决10万 是不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可以 对啊 其实不是 不要是你们两个 一定要是你们两个博弈 你其实是想告诉家人 你是有担当 你也想告诉你的未来的妻子 你是有能力对不对 但是当你暂时没有这个能力 你们又想尽快的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用这样的方法 我个人看法 首先这个彩礼不像小鼠老师说的 我们换一个概念去想它 我是完完全全就是彩礼 其实它就是钱 一旦我们付出了相对一定金额的钱的时候 人性必然会盘算后面的风险与后果 另外我想分享一个小故事 就是我朋友的父亲跟他说 当年他结婚的时候想要拉彩礼 他爸坚决说不能要 为什么 凡是用钱买回来的东西都没多少值钱 所以白送的才是值钱是吗 结婚里面最大的保障 这个就是这个人的人品 你最好的保障就是你自我升职 你自己赚好你的钱 去承托你后面的风险 因为那20万 老实说那20万 能承担些什么风险 到现在 其实我支持彩礼 就是说我也愿意给到 可这个彩礼20万 我父母希望我就是在今年年底之内完婚 然后你父母的话呢 也希望你能有这个20万的彩礼 就是我希望你能给一点时间 我就是一年两年 最多就是两年 所以意思是先领证再给彩礼是吗 先结婚再给彩礼吗 对 这就是一个大坑 就我自己的想法是不同意的 我跟你的证已经领了 然后呢 你愿意给这个彩礼钱 我是很开心的 但是我会有所顾虑啊 就是拿了结婚证以后 这两年期间 我们会发生什么问题呢 或者是我有了宝宝之后 就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不可以接受的 那我们再花一点时间听四位导师的这个 对他们婚姻的建议吧 好不好 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爱情的选择 真的蛮不错 她有担当 她疼妹妹这件事情上 就代表了她未来对你们的孩子 负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的点 而你在对待她妹妹的这个点的时候 我觉得你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 因为你太年轻了 在这个方面我觉得你还是没有一个心理准备的 我要告诉你 永远两者的婚姻里面 你女性的包容度 女性能够付出多少 就是一段婚姻 她能够幸福感去到哪里 我想给可儿的建议是 女人在婚姻中不要耻鱼谈力 而且要尊重自己内心的想法 婚姻最理想的状态是 至子之手与子共赢 如果你内心的深处的小声音在告诉你 我嫁给这个男人面临的风险多过收益 那么你就退 不要介意别人说你什么拜金不拜金 什么算计不算 无所谓 因为你自己的感受才是最真实的 可儿我相信一个事情就是吸引力法则 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 你才23岁 在你32岁 43岁 一直成长的这个过程 你慢慢会发现 你越算计 别人越算计 就是当你们很开心快乐恋爱的 到了结婚的时候 你们都在防备对方 既然都得防着分啊 一防一防 咖刺难防 就是日防夜防 家贼难防 可儿大东 你们俩多次提到父母的想法 意见 忧虑 但是我想问 你们二位是不是借着父母的口 来说出你们心中的小算盘了 另外一个关于妹妹的那个问题 我是这样认为的 不是妹妹的问题 你担忧的是这个男人的性格问题 如果不是妹妹一样有父母的问题 年老了 父母年老了 你也会担心 她照顾着妈妈 照顾着爸爸 把全副家产 全副精力全都堆过去 一样的 你的利益被分割了 所以我这里想要说的是 任何一个人都有优缺点 而她的性质 性格里面 必然会有A面与B面 你不能只接受享受她的性格红利 而抗拒她带来的风险 这个是不现实的 谢谢老师 谢谢四位导师的这个 非常有火花的这个建议和碰撞 在这个时刻 请你们二位对对方说一番心里话 可 不管以后生活怎么样 我希望你就是多给我信心 我说过的话我一定会做到 并且我也一定会做到 你想要成为的那样子 就不管说是生活 还是以后我们要去面对的种种 希望你给我一点时间 然后让我去准备好 你父母或者是你想要的那个 真正的成为我们这个家庭 成为一个丈夫的那个 父亲的责任 还有今后的生活 我觉得彩礼的问题可以 我愿意等你 我也相信你 今后一定会是一个 好爸爸 好老公 一定会对这个家庭负责任 只是有一点 就是在于 妹妹和老人的问题上 我还是需要冷静地考虑一下 毕竟谈恋爱跟结婚 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件事情 谈恋爱的时候 我们小打小闹 怎么样都可以 但是一旦是真正的 领了那张证 结婚了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我们两个人 有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我可能更希望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 私密空间 就是互相成为 彼此最亲密的人 这个是我的内心 最真实的想法 那么二位需要在 进入婚姻之前 或者在做这个准备的时候 有更冷静地思考 有请二位离场 来进行一个选择 希望一位认真地对待自己的选择 好吗 好 来 谢谢 在这里也有一个特别说明 就是我们的嘉宾 他们今天在现场的选择 并不代表他们最终的人生抉择 因为人生是有很多可能的 如果你都有同样的感情困扰的话 不妨拨打我们官方报名电话 就是020-612-924-68 跟我们谈一谈 等我们帮你 好了 究竟我们的男女嘉宾 他们最终的选择是怎样呢 他们感情生活的内需 是否决定一起去拆除呢 谈彩礼谈到伤感情 当口就要20万 他们家是有那个实力的 父母是有考虑在广州这边 给我们买房子 但是写他们的名字 房产证上是一定要有我的名字的 未来孤仔才得了两岁 哇 压力三大 妹妹太小了 才两岁半 我觉得我不需要照顾我妹妹 那这个担子会落在谁的身上呢 那肯定是你的身上呀 时间跟精力金钱都分在她身上了 那请问作为你的女朋友我呢 多来多去 是不是赚定没有输舌呢 女人在婚姻中不要耻于谈利 她是一份生育的保障金 其实它就是钱 一旦我们付出了相对一定金额的钱的时候 人性必然会盘算后面的风险与后果 一个算计的女人是不可能忘三代的 如果有牺牲的想法不要嫁 女性能够付出多少 就是一段婚姻 她能够幸福感去到哪里 加还是不加 她会怎样选择呢 我们继续看 我经男朋友变成傅美魔 好了 那究竟我们的男女嘉宾 她们最终的选择是怎样呢 她们感情生活的雷区 是否决定一起去拆除呢 红灯代表她们放弃 而绿灯代表她们愿意携手拆雷 好了 爱情红绿灯 红灯停 绿灯行 3 2 1 请选择 最后她们两位决定 都是一起携手排雷的 恭喜 希望你们打工也打不脱了 打工也打工也打工也打工 恭喜两位 也希望你们两对小手携手一起 可以奔向大幸福 接下来的爱情冷知识 红男陆女送给大家 糟了… 还有三天就过节了 我的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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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 怎么要给女神捡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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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 特殊日子,情侶之間沒有表示是錯 但表示錯就更加錯 除了節假日,其實每個星期一 尤其是春天的星期一 也是分手的高發期 因為人的情緒在春天特別容易波動 加上不想上班的週一綜合症 亦就特別容易叫交分手 我又懂得選日子了 我這個春天馬上就要到了 做鼻胎也這麼開心,真的沒得救 不會,不會 我跟她過,又不是跟她家聯過 她怎麼做決定了我要不要和她同一手 會,會 因為愛情和婚姻是兩個家庭的事 那肯定會啊 家人就是她的三觀啊 分手 因為我前人就是因為這個問題分得少 那可能是我哪裡做得不好吧 只能先提升一下自己啊 他竟愛醫上共安 我要男人有什麼用 我要你也沒什麼用啊 你看你又在很霸氣地批圍我們 批圍觀眾了 我今天養了雞,明天就要雞下蛋 戀愛邏輯震驚全場 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 就是必須要有一個懂得打擊他的女人 無從反過 如果他現在馬上斷了那兩千塊錢 你是不是要跟他分手 吵吵吵吵又明馬標價的愛情 怎麼收貨呢 下星期六晚9時20分 愛情紅綠燈 看我要男人有何用